阿... 洛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 又回到我們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不過我們今天玩的是我們的網頁版喔 因為最近的那個 風雲貓咪塔 我們大概已經 欸 已經錯過時間了 我原本講說今天早上還要起來錄一下 我們第29層 可是我睡比較晚一點 所以就 來不及啊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網頁版 其實它最近有一個活動喔 那是一個打架活動 也就是這個什麼 阿... 尼亞... 摳... 的決定戰 就是 它就是要打... 排位賽 就是要打積分的啦 然後就是跟其他玩家的那個隊伍對打 然後 拿到比較高的分數 就可以取得一些那個景品喔 那景品就是我們背後這個裝飾品啦 那 其實這拼 當初開的時候有試打個幾場 不過我後來就 收手了 因為 其實裡面實在是非常的恐怖喔 大家看了一下就知道了 其實 真的是非常恐怖喔 好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 第一名可以拿到金獎盃 第二名可以拿到銀獎盃 第三名拿到銅獎盃好不好 那基本上這個 都與我無關好不好 因為這個 其實網頁版還蠻多強者在玩的 那個我們基本上拿不到 那這些就是 他們其實很早以前就開始刷了 你看 第一名是我們的那個 增田幸村的隊伍啦 大概是我們的飛準喔 又是飛準 因為飛準那麼強 第三名是我們的派派啦 那 周拼的排位是0喔 因為我還沒開始打 而且我第一場就輸了 所以 我們就... 不跟他們硬碰硬了 好了 那我們就先來打一場給大家看喔 欸 好像... 好像是要先打贏一些小關卡之後呢 才可以再跟別人的玩家對戰喔 對 那我們這邊要先解決掉我們這個小關卡 然後 用這個小關卡裡面的那個關卡呢 打完之後呢 再去跟我們其他人對戰喔 可是我記得我上次一開始也是直接可以打啦 所以 不太確定 那我們就先打這個小關卡吧 他有時候的活動呢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他會先給你一個小關卡 然後 小關卡出來的時候打贏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那個... 欸 就是小關卡後面會有幾關 就是要跟真人隊打 那像我們這邊一開始就遇到我們噴噴老師了 其實還算是... 蠻驚悚的喔 那好險其實哲平的那個... 這支網頁版的帳號 已經把我們成功的打贏 我們的那個月球篇的那個第三章囉 那我們現在就是 已經要努力的打我們未來篇了 OK 取得寶物沒問題 那我們就先暖暖手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其實關卡目前來說都還算簡單 那其實沒有說非常特別難喔 所以... 我是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 喔... 第二支噴噴老師是紅色的啦 我是建議大家如果有... 有時間可以玩就是... 兩個貓咪大安徵的話 我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來玩我們的網頁版 因為網頁版其實它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喔 雖然是日文的好不好 可是... 還是很好玩啦 因為你看... 這些關卡你根本以前都... 同樣都沒碰過啊對不對 而且到時候還可以跟... 其他玩家的那個隊伍隊打 其實是很high的喔 因為我上次打的就是... 我跟一隊是... 裡面有巴哈姆特的打喔 我怎麼可能打贏 拜託我的... 我的貓貓都超弱的 還去跟巴哈姆特打 結果就直接被巴哈姆特虐爆 OK 我們這邊一樣成功的解決了這關卡喔 那這個的話呢 第三關 昨日的敵人就是今日的戰友 欸? 怎麼一直都還沒辦法跟別人打呢? 會不會其實我介紹錯了 因為我記得上次好像介紹完畢是... 他右上角會有一排那個可以... 可以消除的氣喔 應該是我介紹到另外一個關卡 那... 這個應該也是同一個系列的一些... 活動關卡 就是你也可以刷個低分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個關卡打完 待會兒去看一下 到底是哪邊可以對戰喔 哇... 真的是... 噴噴老師關卡是吧 而且後面還有一隻鋼鐵河馬耶 其實我覺得這關卡應該不好對付了 因為... 除了有噴噴老師之外有... 又有鋼鐵河馬 而且我現在是... 沒有能夠打我們鋼鐵河馬的東西的貓貓耶 那其實我這個賬號很有幸的就是... 一開始就先抽到我們美魔貓了 所以其實... 打一些玩家其實還算是蠻好打的 所以美魔貓是很強喔 那我這邊還有其他三隻超級士 嬰兒車跟我們的那個... ㄟ... 信長跟我們的那個什麼... 聖什麼龍的 也是很不錯 OK 那我們這邊再順利的把它給解決喔 應該是沒問題 好... 那我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應該是... 應該是我按錯了 我去看一下到底是哪裡可以跟人家對戰喔 那經過哲平的... 一直亂按終於找到了 因為其實哲平不是日文也不是說非常的好啊 所以還是要去亂按一下看一下你們的內容喔 那我們剛剛那個關卡其實是... 可以讓我們刷一些就是... 體力回復的一些東西的那個關卡喔 就是... 我要打其他玩家的話我們是需要一些就是... 器的 那... 我們剛剛刷的任務是可以... 取得這些回復器啊 還有一些精品或是取得金券這樣子的 其實... 就是一個讓我們刷東西的關卡 那... 真正對打的關卡是在這個... 主畫面的正右上角這個... 紅色這個格子喔 這個點下去之後呢... 就會看到很多玩家的隊伍喔 那這些的話呢 就是我們目前就可以選擇這... 右邊的這三個打 那我們就可以先來選擇一隊打喔 選擇一隊比較簡單的來打 我覺得這隊應該蠻簡單的啦 我們就先來PK他一下好不好 這個只有那個... 欸... 我們的那個... 忍者貓再加上我們一般普通隊伍的喔 我們用用看我們美魔貓 應該是可以是順利的把他打死了 所以他其實就有三隊可以給你選擇啦 那這邊大家很好奇為什麼美魔貓下面會有這個劍的符號喔 但是因為... 玩家版之前就有提供那個什麼魂域啦 那用魂域的話可以在我們跟其他玩家對打的時候呢 增加一些我們那個... 欸... 貓咪的那個能力 比如說再加血量或是增加攻擊力 或是增加一些... 呃... 速度這樣子的東西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呢... 這個東西... 我勝利10的時候LP加200喔 所以這個是比較難的關卡 我們就來按一下看看 我上次用這個時候我就碰到一對超恐怖喔 巴哈姆特 那這次的話對面是肉骨獸 要加到我們機器貓這些應該是還可以的啦 但不過我還是覺得蠻恐怖的 我們還是努力的加油 肉骨獸一開始就出來了喔 那後面根本是我們魔法少女貓喔 不過我覺得... 用我們加倍過的美魔貓 來拚拚看了喔 加油加油加油 打爆他們喔 其實這遊戲真的還蠻好玩的 就是你可以跟其他玩家的隊伍互打 你就是把一些你平常就是很想要抽到的一些貓貓啊 都放在場上 然後跟對面就是很強的貓貓對打很好玩 OK沒問題 他們派出了牛貓喔 哇塞 牛貓的速度真的很恐怖 所以你真的就會體驗到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在打對面敵人的時候 對面的敵人的感受是什麼 每次都派我們超級貓貓 或是派很快速的貓貓去撵他們 其實他們應該也很痛苦 好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美魔貓真的... 因為我美魔貓我把我那個魂玉全部都給他拿去加攻擊了 所以 我的美魔貓真的很猛喔 那他這邊開了貓砲 我們也回進他一個貓砲喔 不要緊張啊 直接回他一個貓砲 而且我們這邊可以出我們的聖龍了 他這邊的話 剛剛看到他的隊伍其實是沒有這麼多超級貓貓的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用我的超級貓貓來輾壓他們啊 他的巨蛇貓出來就被我捶回去啦 加油啊 他這邊還有飛機貓欸 呵呵真可愛 沒關係我們這邊 直接用我們超級輾壓他 為了分數 為了排名 好不好 直接把他K掉 啊沒問題 所以就是 我們這邊的話就是一天可以打多少場 欸他右上角這邊有氣 所以一天的話有20氣 然後20氣會慢慢回滿喔 那每一次就是打6氣或是4氣 那像上面可以直接給你選關卡的話 直接消耗的是6氣喔 可是勝利的時候是加LP80 那下面這個就是隨機的 那隨機的比較難的話就是這個紅色 那隨機比較簡單的話就是這個藍色的 那這個勝利時LP會加的比較多 那這個勝利其實LP加100喔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角色能力來去決定喔 那我們再把我們的體力打完吧 我覺得 欸這次應該也還好 不過對面有巴哈姆特喔 對面有姆特貓 我上次就是被姆特貓打爆的 所以我覺得很難說 欸這邊一開始就出現我們那個 欸 藝術家貓 有沒有看到這邊的那個 這邊的那個 小偷 那個什麼啊 那個 那個 那個我記得 我忘記他的名字了 不過你看他下面是愛心的 就是代表他血量有加成 欸欸欸 欸太強了吧 他的小兵也太強了吧 這個 花了多少魂啊 而且 臉哥也出現了 哇 還有大吹哥哥 加油加油加油 哇 殭屍貓都出來了 這有點恐怖啊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派出我們嬰兒baby 應該沒問題 不過我最怕的就是喔 最怕的就是他出哈哈姆特 希望他不要出 希望他不要出喔 希望他不要這麼快出哈哈姆特 哎呀貓泡來了 哇 硬核車感覺也沒辦法 香貓也來了哇 香貓原來是這麼厲害的角色喔 進化的殭屍貓欸 沒問題沒問題 只要 哇 殘了 哈哈姆特出來了 不過我們這邊有三隻超雞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是哈哈姆特厲害 還是三隻超雞厲害喔 哇塞 這個泡 哇 這個泡 好險 沒摩摩扛住了 哇 哇 哇 記憶也來了 別啊別啊 你們別啊 呃 太難了吧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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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要漏氣不要漏氣 我們是三超雞欸 對面是 對面是EX貓貓大陣型啊 哇這個 這個海量的殭屍貓跟血喵 好恐怖喔 加油加油 我們也靠個貓泡喔 我覺得要先把他們哈哈姆特打死喔 才會比較容易贏喔 哇 完了完了完了 哇直接被 直接被 被海量碾過來了 哇哇哇哇哇 哼 哇太恐怖了 這個 我覺得 這殭屍貓好恐怖喔 怎麼會這麼恐怖 而且蝦貓也一直衝過來 哇哇哇我覺得這是要賣陣了 就算我有再多的超雞貓貓 你打不過他們了啦 而且 這量太多了啦 哇 哇塞 好恐怖喔 欸他們的小兵都是有加成的耶 他是怎樣 他是把所有的那個 所有的那個魂域都拿去加小兵了是嗎 我覺得這也是不錯的戰術啊 好險我們現在等級還不會敗北喔 我們再打一場吧 哇 好恐怖喔 哇 這邊有雷神在加巴哈姆特 我覺得這場應該也很難很很難贏了 對面是雷神在加 雷神三迪亞在加巴哈姆特耶 哇塞耶 還有魔魔貓 我覺得這邊單靠美魔貓不夠啊 還是要加油一點 他們 他好像都已經 他們好像一堆玩家都已經把那個 我們一般的那個小貓都氣掉了 你知道嗎 就是 不要讓小貓出來 因為小貓感覺好像沒什麼用 等一下 這隊怎麼更快把我打爆 哇 我開始有點後悔 每次都用牛貓去撞那些敵人的塔了 原來他們的心情是這樣子啊 哇 你看 所以哲平不打這個的原因就是 因為哲平現在還不夠格喔 所以 哲平慢慢的還在練自己的那個網頁版的貓貓啦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其實網頁版真的一個 是一個 第二個不錯的選擇的坑喔 如果你貓咪大戰爭玩的不夠的話 你也可以來玩玩看我們網頁版 其實真的還蠻好玩的啦 雖然一開始真的很痛苦 像 哲平目前的話 也一直在刷我們的那個啊 刷我們的日本篇的那個金寶 你看 我現在才把前面兩張刷完 還有第三張還沒刷完 其實 前期都是很痛苦的啦 不過你不覺得如果到時候 用一大堆很強的貓貓 可以跟其他玩家的隊伍打 很開心嗎很嗨嗎 雖然是日文版的啦 我還是期望他可以輸個中文版 好了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 可以按個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下次見